材质1,白色区域代表是材质2,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这个材质我们就制作好了 再来对它的这个材质进行调节 我们也可以相应的选用 不论的材质进行制作 第一层比较简单 第一层是它的原始材质不动 第二层是它的蓝白色材质 第三个是它的mask材质 可以选择很多mask的贴图进行制作 我们可以用一下这样的mask 都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调节一下 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在里头 我们再次对前景的几棵植物 做一下调节 前景的几棵植物 比如这一棵 近景的植物 我们让它看的比较清楚一点 这个地方已经附上了不论的材质了 那都是一样的 然后 某些地方 材质我还是要给它附上 像这些看着近处的大面积的景色 我们争取把它做的稍微细致一点点 也是用不嫩的材质进行制作 选中它的第一个材质球进行 换成不嫩的材质 在材质二这样的时候 把它选取为雪的材质 mask的地方贴一个黑白贴图 这些都是可以可以用的 我们可以让雪多一点点 雪多一点点 大家也可以自己动手去制作 mask的材质 这些都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再次对整个 场景进行宣揽 再次对整个产品进行 相比之下来说 我们用贴图的方式进行制作 没有按照自己在 Photoshop里面进行绘制的材质 更真实 因为贴图的材质 始终是感觉到 它的材质面积 包括 包括颜色 那些都不是很像冬天的感觉 冬天的感觉是植物的颜色 稍稍会 偏浅一点 而且植物的 高光 这个部分稍稍会弱一些 比如像这样一颗植物 它就比较是偏冬天的颜色 虽然我们没有花的比较到位 所以说遇到这样的问题以后 我们可以相应的搜索一下 有关Mask的一些贴图 进行制作 我们现在来找一下 我们可以找一下类似的Max贴图 再次进行绘制 这个感觉 不是很像冬天 这个植物的感觉 首先这个材质进行调节 我们要让它的血比较多 我们也可以通过它上面的百分比进行调节 我们可以调节一下 让血比较多 渲染一下 这样也是可以的 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正常了 通过这样一种方法 我们也可以达到制作血景的目的 我们依次对这些东西进行调节 调节一下 好 好 我们也可以找有个mask的贴图进行调解 比如像这个mask 我觉得黑色的地方应该多一些 我可以进行调解 选用一些常用的mask贴图 黑色部分应该少一点 说错了 黑色部分应该少一点 白色的地方应该多一些 现在我们再次进行渲染 大家知道 我渲染的是哪个部分 感觉到还不是很好 我也可以相应的对它进行调解 冬天的感觉 对吧 大概调成这样也可以了 对这些小的植被带进行调整 不论的我直接就选用这个了 都是可以的 改为一 好 再稍稍想一点点 最后将这个再调整一下 将它的颜色改回来 好 修转一下 改成blend的材质 我们都用blend的材质进行调整 这个地方改成雪的材质 Mask给它一个mask的贴图 写的感觉不是很明显 修转一下 勾选这个 再写多厚一点 再写多厚一点 这样 再写多厚一点 大概我们都是用mask的材质进行制作 用blender的这样 好我们调节完毕以后我们再次进行渲染 这样的感觉要要真实一些了 要比它真实一些了 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用画贴图的方法 更容易控制树叶上白色区域的大小 第二种方法是利用blender材质来达到写的效果 方法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操作 相对于效果而言 第一种方法只是更容易控制一些 但是你要是画的不好的话 效果没有第二种方法好 所以建议我们使用blender材质 也是这张节我们需要终点掌握的一种 混合材质的调节方法 对比完了处理效果如下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左边的是用了一些贴图的方式 右边是不愣的材质进行一个雪的诠释 接下来我最后对场景中的一些挂不上的积雪 做一个简单的讲解 我们现在渲染出来的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需要形成 这样一种比较真实的模型 上面的雪 在显得还是太假 我们再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制作 我可以先选择某几个部分 我先拿前景来说吧 我们先做这几棵棺木上的积雪 首先我们切换的顶次图 创建一个跟棺木大小 棺木体的相同的一个模型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可以选择球体 球体是我最佳的选择 选择球体 大概跟棺木一样大小 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球体 原理是什么 原理是前面讲过 生生雪的模型 它的使用方法 如果在树的模型上 或者在植被的模型上 直接使用表面生生雪 由于模型的面数非常多 所以计算量非常大 有可能会造成死机 甚至报错 为了避免这种现象 所以我们用了剪模代替 一些模型树来制作积雪 基本上我们可以让它的 感觉 跟做雪的感觉是类似的 现在我来说一下方法 就像我建了一个这样的球体 跟它的大小都是差不多的 这个球体 我可以让它面数稍稍小一点 不要太规则 面数稍稍小一点 我用表面生生雪的这个插件 覆盖 覆盖一下 覆盖一下 假设这是雪 对吧 将它改小 将它改小 现在我单独删除这个球体 移除掉它 也行 它就会在它表面生成一个 类似积雪的形状 虽然不是很清楚 很清晰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用这种方法 我们也可以做到 让某些植物的表面上 覆盖上雪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 是让模型不要那么圆滑 这样创电出来的积雪 才显得逼阵 所以说是 刚才的这个积雪 效果还是不太好 我们再看一下 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让它稍稍的棱角分明一点 稍稍棱角分明一点 大概这是我个人的制作方法 生成雪 在这个底下 有就行了 有就行了 那就是慕斯 不要给它太多 圆滑一点就可以了 成读掉 这种方法也是可以制作积雪的 因为它只是覆盖它的表面 这只是一种比较类似的处理方式 比较类似的处理方式 我们可以这样 把这个积雪的材质表现的比较到位 雪一 雪二 关不上积雪 也给它来一点 是吧 就像这样 我也可以把这个模型复制一点 给它整到 关木上面 都是可以的 方法有千百种 我们就看大家怎么使用 这大概是这个 一边大概起就行了 一边大概起 也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要给它覆盖上积雪 比如像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它的面数其实是很多的 你直接生成的话肯定会报错 在这的时候 我可以先把它画成一个这个 稍稍的圆滑一点 拖长一点 拖再长一点 这样就行了 因为它仅仅是它表面上覆盖雪 等笔说法 等笔说法 我先做一个 生长 就是给大家说 如果形状越像植物的形状 做出来的效果就越好 我们可以自己去试着做一下 大概 大概把这些做一下就差不多了 也不 不需要太太那个 这个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把这个 这个删除掉 这些是用来替代它的剪模 删除掉 大概方法就是这些 然后我把这个植物 地形选中 对它进行一个高插中数 这是每张节大家必须要掌握的一个技能 很简单 高插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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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成 帮您报个是帮您报个是 帮您报个是 这样就可以了 再 重测而一次 储存一下 包装一下 现在我们来 炫一下 某一帧 一百帧 炫一下 费您的